软便剂氧化美从去年底缺货到现在 健保署今天特别出面澄清 说已经在4月的药品共同拟定会议当中 同意价格要调高一倍 由现在美利0.16元调高到0.32元 在今年的6月1号正式生效 我们在3月份收到几家厂商的成本资料之后 就立刻提共理会议来讨论 那共理会议讨论之后 就是愿意从0.16调到0.32 只是用药氧化美也就是软便剂 是20多年的健保老药了 2012年申报的健保用量高达了 每年2亿5千多万颗 健保署表示目前氧化美的许可证 持有厂商总共有6家 但只有一家生产 新价格生效之后 其他的5家厂商将评估重新投入生产 届时有望可以缓解低线医疗人员的用药需求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